今天我们来听第一版生物人心弹团演唱的真爱乐章 这首歌的原曲是由意大利盲人南高音歌唱家波切莉演唱的 这个意大利语我不会读 于2001年发行 波切莉也被誉为世界第四大南高音 这首真爱乐章是重新的填上了中文的词 值得一提的是巨龙川也是参与了这次作词 每次听这首歌就像是受一次洗礼 我今天又来了 就让我们来欣赏吧 Zither Harp 练过你的指尖 练过你的侧脸 多少话的寂寞 多少话的寂寞 失去你的火 不可再听 不可再想见命运带着梦 我 你可从梦见我 又站在那叶路口 还唱着这首老歌 我后来的icion文的宫 我后来一首 ministers 我后来一首巡行 你从梦见你 你本节的后来还在梦见你 这首相爱之下 主要是若要让你 我后来一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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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来佛生 你不可再乎你 我后来一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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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抹一切时间 留我一生想念 最热烈的寂寞 失去你的我 不可再见 不可再见 相见命运开折磨瓦 你可曾梦见我 又站在那个渡口 还唱着这首老歌 与我轻声的河 爱摧毁这段表情 你再刺痛我的真心 你在我耳旁呼吸 风水满了回忆 你在我耳旁呼吸 放水满了回忆 你在我耳旁呼吸 放水满了回忆 水满了回忆 听心跳的旋律 就会唱 要唱 命运 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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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的原曲是充满了纳布洛斯风格的名歌 歌唱者独自一人站在如画的田野上 为心中不朽的爱和失去挚爱的痛 高歌 在最开始我隐隐担忧着重新写的中文歌词 能不能能否表达出这种痛彻心扉的感情 还担心这种比较小众的音乐风格 能不能有很强大的功能 我太爱剧红川的音色了 就在我想着这么宏大的伴奏响起的时候 该怎么进 他一开口的瞬间 我仿佛穿越了 然后我起着真的起了一身的脊皮疙瘩 感觉这次的演唱顺序 也是经过了仔细的编排 为了扬长必短 比如说剧红川唱完之后 接的阿云嘎 不可再见 不可再相见 命运太折磨我 配合他略有一点点沙哑的嗓音 尤其是太这个字 有一点失控 又有一点收敛的感觉 让我感觉到了这种痛苦 然后蔡成玉进来 闭着眼睛我都可以感觉到 他挺拔的身姿 他那种大气磅礴的状态 他声音的浑厚 在前半段的 前半部分的最后 把可能是包含了 最多感情的唱段 留给了郑云龙 他用了那种 包含了深情 而又温柔的唱腔 诉说了那种 回忆之中的痛苦和无力 在进入第二段之后 很明显的感觉到 不光是伴奏 变得更加激进 然后变得更加复杂了 阿云嘎的演唱 也变得更加用力了 双重的感觉 推动了整个情绪的 这个推进 前进 然后又到了最关键的 就是居宏川 我说了无数次的 居宏川的这个 乘上起下的作用 古语说以退为进 短暂的停息 是为了之后更大的爆发 之后由郑云龙出道 进入到了一波又一波的 高潮之中 他们的是和声层层叠加 让这种悲伤痛苦的情感 排山倒海般的向我袭来 最后 当我们高歌一曲 听心跳的旋律 在无尽的回忆 悲伤和痛苦之后 逐渐抚平 逐渐抚平自己波动的心弦 默默的唱出永恒的别离 私人已去 此情长存 整首歌从编排到演唱 一气呵成 既突出了每个人的特点 又展现了整个团队的 和声的气势之震撼 真的太完美了 可能很多人会说 你又哭了 确实如此 但我不是因为 其他任何事情而落泪 我觉得 因为这样美妙的音乐而落泪 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前几天我看了这个中央音乐学员一位教授的演讲 他说到 音乐和虚动 有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音乐是听觉的艺术 感受 纯听觉的美 第二点呢 音乐是情绪的艺术 感受纯内心的无可名状 难以言传的细腻 微妙 动态 及时的情绪感受 其实有这两点就够了 我们无需涉及其他 更不需要与别人争辩什么 对吗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有任何想法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美好的时光 总是短暂的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